家庭的牵绊是爱的源泉 亦是束缚的枷锁 唯有平衡亲情与自我 才能走出困境 欢迎朋友们来到康特和阿祖法的日常生活记录 今天老者再次来到康特家中 探望阿祖法和孩子们 恰巧康特的奶奶也在这里 老者注意到奶奶目前的处境也不太好 于是向康特提议道 要不你让奶奶留下来吧 他可以帮忙照顾阿祖法 这个建议正合康特的心意 他本来就想留下奶奶 康特原本打算稍后和奶奶商量这件事 康特准备把昨天从老者那里得到的钱归还 然而老者坚持让康特留下这笔钱 解释说这是他给奶奶的 你在家里要好好照顾你的奶奶 自己还有些事情要处理 准备先回去了 阿祖法要请老者留下来吃饭再走 但老者婉拒了 他还有其他事物要处理 尽管如此 康特依然对老者的关心和帮助 兴奋感激 康特邀请奶奶到院子里休息片刻 借此机会与他好好交谈 院子里的葡萄糖已经结满了成熟的果实 康特打算摘歇下来与家人分享 现在凯撒有爸爸陪着 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奶奶看着这温馨的一怒 心中却有些担忧 奶奶希望康特能坚持立场 不要让吉尔纳和你母亲随意来访 他们并没有权利打扰你们的生活 更不应该来看望孩子们 你需要多多理解阿祖法 康特听着奶奶的话若有所思 他明白奶奶说的有道理 但也感到内心的矛盾 一方面 他希望保护自己的小家庭 另一方面 他又难以完全切断与母亲的关系 现在有奶奶照顾阿祖法 康特也会放心不少 其实 康特和阿祖法的生活 原本并不需要如此艰难 只要康特的母亲和吉尔纳 不来干涉他们的生活 这个小家庭 本可以过得平静而幸福 然而康特的母亲 却始终无法真正放手 依然试图用自己的方式 控制康特的生活 至于吉尔纳 更像是一个潜藏在 康特和阿祖法之间的隐形障碍 尽管康特身上确实有一些小毛病 但总体来说 他对家庭还算负责任 虽然阿祖法知道 他并不完美 可他也明白 康特并不是一个 没有责任心的人 至少在关键时刻 他会为了妻子和孩子站出来 承担起一家之主的责任 无论生活多么艰难 康特心底还是在乎这个家 房东今天又来收房租了 奶奶见到一位陌生的年轻人 好奇地询问他的身份 小伙说他是房子的主人 阿祖法向房东解释 他们目前经济状况紧张 恳请房东能够宽限几天 然而房东似乎并不关心他们的处境 态度强硬地表示 要把他们的东西扔出去 奶奶健壮立即出面调解 他劝说房东冷静下来 提议大家坐下来 好好沟通一下 奶奶希望能够说服房东 再给他们几天时间 但房东依然坚持几天 你们必须立即离开这里 面对如此棘手的局面 奶奶无奈之下 只能拿出老者之前给他的钱 希望能够暂时安抚房东 然而房东看了看钱数 还是觉得不够 奶奶再次恳切地请求房东 能够再宽限几天 在奶奶的再三请求下 房东的态度终于勉强同意了 房东仔细轻点了一项奶奶给的钱 你们要尽快把剩下的钱还上 奶奶安慰阿祖法不要担心 到时候康克肯定会想办法的 自己现在也不赋予 不然也可以帮助你们 阿祖法还是非常感谢奶奶 他还得照顾一下凯撒 有网友埋怨康克 为什么没有早点将阿祖法和孩子的事情 告诉给奶奶 毕竟这么大的事隐瞒了好几天 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 康克并不是故意不告诉奶奶 而是生活中的各种琐事和麻烦 将他团团围住 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康克有太多的事情需要应对 以至于一时之间 他根本无暇顾及到奶奶那边 他不仅要为一家人的生计奔波 还要应对家庭内部的各种矛盾 母亲和吉尔纳的干涉 再加上孩子们的抚养 让康克的每一天都在奔波和焦头烂额中度过 他并非不想告诉奶奶这些事 而是实在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时机 现在有奶奶在家中帮助阿祖法照顾两个孩子 这无疑给了阿祖法一些喘息的机会 有了奶奶的支持 阿祖法可以稍微放松一些 不必时刻紧绷神经照看孩子们 然而尽管照顾孩子的负担减轻了 家庭仍然面临着一个更为紧迫的问题 那就是房租 房东的态度强硬 给了他们一个短暂的宽限期 希望康克能尽快解决这个问题 感谢观看